贝爷怎么都没想到 这说好的美食节目 瞬间就变成逃生节目了 火车呢就在背后追赶着 铁匙们 准备好饭碗去贝爷家里吃鞋了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干啥啥不信 干饭第一名的大波姐 贝爷这次来到了蒙大拿州 到处都是奇迹区的地形 想要在这里吃到美食并不容易 节目组呢 经费有限 让贝爷随便拿降落伞滑翔过去呢 刚开始啊 相当的顺利还能欣赏周围的美景呢 但是随着锋利减弱 贝爷慌了呀 这底下都是丛林和岩石 他可不像刺刮东南枝 拼命地往湖泊处靠近 很快贝爷就一屁股 砸进来水里面 好家伙 开局就是食神诱惑吗 降落伞浑身上下都是宝 算得上是道具组里最良心的了 就是在水里拖回岸上 实在有点累啊 简单收拾了一番以后 贝爷呢 得抓紧时间离开这里 闯过丛林后 面临着流石走坡 这对贝爷来说 so easy 他表示 只要像骑行种那样奔跑起来 趁石头还没反应过来 赶紧过去 好家伙 这贝爷都快扑街了呀 趁小哥扛着装备 啥事都没有 贝爷姐得给他个666啊 刚来到下方就看到溪水 这可是个好消息 只要沿着河流走 那肯定能离开这里啊 走了没多远 贝爷就被瀑布挡出了巨路 这个高度跳下去 无疑啊 这是厕所点灯 回的办法 就是沿着那条公墓下去 上下呢 还有段距离 可以弄个绳梯下去了 往下爬的时候 贝爷才懂得 什么叫做男人的头 这个要是爬到一半 公墓断了 那贝爷可就不止断三条腿 那么简单了 幸好有惊无险 成功来到了下方 这刚梦干没多久的衣服 现在又湿透啊 他得赶紧生活取暖 还好随身带有打火棒 这才不用担心感冒啊 附近呢 还有不少炸猫 蛋白质可是牛肉的六倍呢 直接掐头去尾就能吃呢 咋的 难道这现在生吃比烧烤还好吃吗 贝爷散完牙缝后 继续赶路离开这里 走出了丛林以后 贝爷呢 哎 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这个男人开局 掉在了湖里全身湿透 好不容易等衣服干了 就碰见了瀑布 只好呢 又是全身湿透 去生活烘干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现在又碰见湖泊 好家伙啊 这是这么贝爷 还是这么衣服啊 贝爷沿着湖泊走 发现这儿有一艘 废弃的独木舟 用它横堵这个湖 会方便很多呀 底下呢 破了个大洞 贝爷只能用那嗓杆 天不浪 理论上啊 他压在上面 就不用担心漏水了 铁匙们都知道 这贝爷可是有 碧晨号的魔咒 这次能够那一天改命吗 来不及 制造船桨了 只能靠江洛伞了呀 起飞时 就让江洛伞迎风而上 这样呢 就能把他 带着贝碧晨号 去到外面了 现在呀 贝爷划船不用讲 全靠浪 这只要这风保持住 那肯定没问题呀 这话刚说完 江洛伞就不行了 更糟糕的是 下面再漏水呀 果然啊 碧晨号这人设不倒啊 很快贝爷就陷到了水里 还好前面就是陆地 好家伙 贝爷再次上演 失神诱惑 他的表情很无奈啊 太阳就家上班了 这赶紧离开这 得生活取暖啊 现在呢是 这有套现成的荒废房子 现在可以 好好地烘干衣服了 为了今晚能够睡个好觉 他还弄了一个报警器 刚想点燃火把 到处看看时 有动物触发了警报器 走过去一看 诶 是只浣熊啊 看起来下面并不安全啊 只能在上面休息完了 一大早起来 贝爷就在秀坛的白花花的肉 贝爷姐很难说这不nice啊 说成干净以后 贝爷离开这里 继续寻找出路 他发现这附近有根 废弃的电线杆 这表示附近肯定会有人类 活动过的痕迹啊 贝爷呢 还顺便扯下电线 当绳子使用 大概弄到了15米左右的电线 足够接下来使用啦 紧接着 他又赶紧前往平原处 看茶 瞧瞧这大球眼 就连贝爷都没看过这么大了 将内脏清理干净 就直接能够一口闷 这表情呢 就跟你表情包里第三个一样 贝爷掩着小动物行走的小道 来到岁石去 即使啊 将是贝爷下去的时候 也得小心点 这在谷底呢 就有一个矿洞口 斜坡上都是石血 贝爷这小手直尊受伤 还好并不怎么影响手速 矿洞已经荒奋许久了 拿着活派进去发现 里面就这点铁链有点有 离开矿洞后 贝爷将面对这悬崖峭壁 他呢 只能够利用周围的材料 制作着根了 现在只能起到 能够命中对面树枝了 再将缆绳固定好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差点整个人就要翻过去啊 还好还好 最近被吃的不多 这缆绳成功支撑住了 贝爷现在肚子实在是饿得不行啊 在空墓上找到肥美的蚯蚓 这蛋白质可是牛肉的好几杯呢 只需要简单清理一下 就能放入口中了 贝爷实名推荐大家品尝一下 补充完能量 贝爷看到一座桥 看起来像是一座废弃铁路桥 差不多有个60米缸 攀爬上去可耗费了不少力气 这高度摔下去 那可不是断三条腿那么简单了哟 贝爷就好奇啊 这摄影小哥 怎么扛着摄影机上去的呢 还剩下一小段路 并不好攀爬 只能够尝试将铁链甩上去勾住 几番尝试以后 终于将铁链固定住了 在60米高空 有多少人敢这样做呢 这必须得给他们点个赞 贝爷发现这铁路非常光滑 应该还在使用 运气好的话 还能搭上顺风车离开这里 贝爷沿着铁路走到了隧道里边 他跟隔壁摄影小哥说 这样是有火车过来 我肯定跑得比你快 话音刚落 贝爷就感觉这轨道在颤抖啊 这次也是开过光的吧 火车真的来了 立刻开启了逃光模式 摄影小哥扛着20多斤的设备 东龙跑到贝爷前面拍摄 现在知道贝爷为啥说 声音小哥YYDS吧 变业成功跳上火车 这次挑战顺利成功